开门做生意却出现陌生人 商家是一脸疑惑 但最后是欢喜接受 我不懂外卫 你们要找书记什么事情 你们今天来是你们慈祭 是说是回山最乐 所以我们才教他 一路来都有看到那些报纸的文 因为穿制服了我们会比较 比较有点信心 为了让民众认识慈祭 加入行善的行列 这一年来马六甲刺激志工 积极走入社区慕爱心 但要踏出这一步 志工们其实都很害羞 每个都不敢去做爱撒 每个都很怕被记忆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志工很翻新 就要想出种种的方法 让他们很容易跟这个大德 商家款款的他那个刺激 要打破这个困境 志工用心准备 带着文轩和环保茅坦细心解说 拉近距离 有东西证明去给人家看 人家会比较容易接受吗 人家也不会觉得 在一房里欺骗人 还是什么这样子 像我们这样子 多多人就 出众的团队 也让人家很安心 回首这一年 花被动为主动 行善的团队 也越来越好当场 带来新闻 旅家家周一集 马来西亚报道 来吧 来吧